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加工饼 国内外的一些活鲜海鲜 比如说加拿大的龙虾 波士顿的龙虾 阿拉斯加帝王蟹 还有就是厄瓜多尔等多国来的一些蒸汽海鲜都有 尤其是台湾来的食邦鱼也是非常出名 然后我们本地的也有一些大黄鱼之类的都非常多 还有一些秘鲁的一些大鱿鱼啊 都是非常出名的 那我们这个展会平台是主要提供于 就是面向整个全球的 每年的话有来自国际的将近20多个国家 包括观众的话有将近40个国家的企业 还有它的参观者来参观 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一个重要 非常一个连接我们 无论是海峡两岸还是连接整个世界的一个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水厂平台 水厂海鲜平台 我们的同期活动也非常多 尤其是去年刚举办的全球水厂养殖论堂 还有第七届对象对象论堂 对象发展研讨会 还有一些很多企业的一些 他们的一些那个推荐会也非常多 然后就是有一些 鱼游的一些推荐会啊 还有就是一些国外的国外企业的一些推荐会啊 包括领事馆 因为我们的我们的展会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就是与各国驻华的领事馆也合作 然后他们会 他们会代表他们国内的一些企业 比如说挪威的三文鱼 然后还有是一些美国啊 或者说是欧洲的一些特别 有代表性的一些海鲜 都会过来做一个推荐会这样子 所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 包括一些技术行业的 还有是一些高校 国内一些高校的一些论堂会都有 养殖系统 可以这么说 在世界范围内 其实中国这一块的养殖系统 已经达到很高的一个地步了 尤其是在 因为本身我们中国就属于一个 一个地理位置非常特殊的地方 它不仅有远洋的捕捞 也有近海的养殖 包括淡水 内陆淡水的一个养殖 都有 既然有这个市场的话 那说明肯定 这个技术的话 也有一定的一定的一定的高度了 所以甚至我们在 在我们的 没有就是政府的统计中 东南亚的一些 养殖的一些技术 都从我们中国这边去开的进口 一些设备等等 我们这个的话 就是有跟那个 MSI那个蓝色海洋 那个认证平台有合作 就是 就是我们同时在举办这个一博会的时候 同时也提倡环保 环保这一块 保护海洋 对了 还要值得一提的就是 我们今年有增加一个 新的一个 一个展会的一个名下系列 叫做 2016年厦门海洋生物 科技展览会 它的我们口号就是说 合理利用海洋资源 然后都要进行开发利用 这样子 它的一个前提就是说 在绿色环保的前提下 做好一个海洋 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 能够能够帮助人类 获得一个新的一个资源 或者是一个 科研上的一个探讨也行 就是这样的一个主题 分种类 一般国内的就 还是以淡水养殖比较多 对国外进来的企业 他们都是深海一些捕捞的 一些海鲜活鲜等 过来这样参展 有有原样捕捞这一块 原样捕捞还有养殖的都有 对对对都有 我们这个展位 主要是拓展 它的航盖范范围 非常广 包括水厂养殖 养殖设备 远洋捕捞 甚至是远洋一些 包括渔业设备 一些定位系统 像是全球 一些远洋捕捞定位系统 还有一些金钢鱼捕捞的等等 都非常多 然后我代表 我请代表我们 第十一届中国国际 厦门渔博会 组委会全体工作人员 欢迎来自台湾的同胞们 来参加我们这个展会 无论是 无论是作为参长也好 还是参观也好 我们都乐 发自内心的欢迎你们过来 作为同胞 过来这边参加我们这展会 共享这个愉悦的盛会 同时非常感谢 中国工作人员 非常感谢 谢谢 谢谢